釋放李英俊 釋放廈門罪會違權人士 釋放廈門罪會違權人士 釋放常委的 釋放大鎮亞 釋放李英俊 釋放李英俊 釋放李莊忠信 釋放雙宗信 釋放所有違權人士 釋放所有维权人士 釋放我追 打可恥 打眼可恥 斩暴可恥 白色恐怖可恥 白色恐怖可恥 釋放黄泉彰 釋放黄泉彰 秘密关押可恥 秘密关押可恥 严刑逼供可恥 严刑逼供可恥 扮力放大震压 釋放大震压 釋放兵家喜 釋放兵家喜 釋放常委屁 釋放常委屁 釋放兵家喜 釋放王全璋 釋放维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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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議中國政府再進行一次對民間維權人士的大抓捕 這次的理由純粹只是因為他們參加一個聚會 在廈門參加一個聚會 這種抓捕大家知道是嚴重侵犯人權 是漠視法治 漠視憲法 現在我讀出今天我們參與聯署團體的聯合聲明 2019年年底中國當局而針對國內公民及人權律師 在十月初一次廈門的私人聚會 他們在多個省份進行搜捕 聚會者討論時政和中國未來 分享推動中國社會建設的經驗 而竟然因此被指為顛覆國家或者煽動顛覆國家 這次的搜捕是由山東省的公安部那裏 警方是執行的 並設立了一個叫做1213的專案組 在聖誕之後呢 這個致命年三是多過20名公民及人權律師呢 是先後被抓捕或者被傳換甚至是被失蹤的 這次的大抓捕之中呢 有多人被指牽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者是尋釁滋事 目前有五個人仍然是被激留 他們分別的就是丁家喜、戴鎮雅、張忠信、尚偉平和李英俊 其中四人已經被證實被指定的監視居住 而五位都不駁准跟他們自己的律師見面的 五位正被逮捕的律師和公民 他們的相關情況是如下的 丁家喜呢 他是一位律師 在12月26日在山東被公安帶走 被指牽涉煽動國家徹覆政權罪 現在仍然是被指定監視居住 公民張忠信是在12月26日被山東公安帶走 也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現在仍然是被指定監視居住 警方更加從張忠信 已經租出去的房間裏面 所謂搜出了2450發子彈 這個張忠信他的家人表示 這是一個天大的插槍 公民大鎮壓在12月26日被山東公安帶走 是被指涉嫌煽動國家政權罪 現在仍然是被指定監視居住 公民李英俊在12月26日也被山東公安帶走 至今沒有詳情 常偉平律師是在1月12日在山西 在西安的住所被西安公安局的分區 這個高薪區的分區分局帶走 1月14日他的太太也被寶雞高薪分局的國保告知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現在仍然是被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 中國在12月上旬舉辦了世界律師大會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濫捕人權的捍衛者 並且是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任意激留當事人 變相為秘密變成了秘密關押 因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通常都是涉及國家安全罪的 而被居留者大疏數 差不多全部都不能夠和律師和家人見面 連指定居所的地址都不會告知被告 或者是他的親人 變相是縱容當局濫捷 也都通常意味著呢 很多時候會嚴刑逼供 而709大抓捕的律師和維權人士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另外 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 許智永博士 他倡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以及倡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維權律師唐經理 也因為擔心被抓捕 現在已經是逃亡 許智永的女朋友更加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 被傳媒文化24小時 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清晰列出對這個程序公義的要求 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國的成員 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腳 我們認為中國必須尊重直義公義和國際法治的原則 確保所有被告者是有客觀的事實和確實的法律依據 而是要落實公約裏面的無罪推定 並且所有被告者他們的權利應該得到法律的保障 我們現在強烈譴責中國政府濫捕 以及嚴重違反程序公義的抓捕 中國再一次打壓它的公民社會 效果只是會適得其反 國際的指責主是會越來越多 而民主自由的這個路口 將會繼香港和台灣的選舉之後 是越來越響亮 為我們僅此敦促中國政府立即停止抓捕 和拘留人權律師和公民 我們要求中國當局立即廢除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惡法 保障所有被居留者的法律權利 包括會見自己所選擇的辯護律師和匯辯自己家人的權利 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非法拘留 和逮捕的維權人士 停止對拘留人士和家屬一切的騷擾和打壓 當然也是對被拘留者停止一切的虐待 酷刑的行動 中國政府應該履行法律的責任 尊重國際社會共識所得出來的法治標準 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規來一切規定的程序 尊重程序公義 國際社會會繼續監察中國的情況 譴責維權侵犯人權的行為 並且繼續支持中國公民社會裏面 每一份自己包括維權人士律師 他們的言論自由 這樣我讀出簽署的多個團體 包括 港口仲治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環境法律人協會 香港支聯會 台北律師公會 人權委員會 民間司法改革人士 停止打壓維權人士 停止打壓維權人士 打壓私人罪會可恥 打壓私人罪會可恥 廢除指定監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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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警察人士 當時都來過這裏,那時就未有這麽多歲馬為主 就是為唐經齡律師稱名,那時他剛剛是因爲煽動天覆國家政權罪判了五年 是今年才出獄,汪延峰屢次現在在美國 這個戴鎮亞這位,就是拿著唐經齡無罪的指揮牌 他就是下門會議裡面,跟唐經齡律師有份開會 你看到那個,唐經齡律師在2014年判監,即是今年放監 今年現在已經是又再吹暴,這個令我覺得這個 國內的維權律師真是前方後計,這句說話不是一句誠語來的 是真事來的,我們都想到這個,昨天林鄭說香港是沒有警察暴力的 那些人亂說,一樣,有什麼主人就有什麼狗 惡主人必有惡犬,一必中容惡犬 我們香港是因爲大陸有簽這個禁止酷刑條例的 我們現在每一年,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來這裏申請,因爲自己的國家 因爲有酷刑的威脅,或者受過酷刑的對待,來這裏爭取這個庇護 我們現在每一日都有酷刑,我們自己製作酷刑 要不需要香港人走去台灣那裏,用酷刑條例申請庇護呢 現在正在做,所以我剛才聽到很多台灣的人權組織 是非常之離譜的,這個我覺得每一次來這裏都掀起我的回憶 我希望香港人會,不要忘記這個大陸的民主抗爭 其實付出非常之沉重的代價,也都是和我們爭取的東西一樣 就是這個自由、人權和普選 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所有政治犯,罪會無罪,罪會無罪 我今天呢,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來到這裏 我除了是要為這個中國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發聲之外 我亦都希望是提醒所有的香港人 在過去的半年,我們爭取的五大訴求 其實就是和在中國的很多的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 他們爭取的民主公義自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並不是以一個,只是一國兩制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這件事來支援這麼簡單 在過去的,剛剛過去的聖誕節裏面 有很多維權的律師、維權的人士 無論是身在中國內地,還是已經身在海外 他們都是給了很多的支援,寫了很多的信息 去支持我們香港的抗爭 去支持我們香港繼續爭取我們的五大訴求 所以,我們今天,我今天站在這裏 是希望,亦都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去感謝這班的維權律師 我是聽到,原來他們是出席一個私人的聚會 都可以給中國政府,是用一些我需要的罪名去關押 就好像剛剛在過去的前兩天 有一個年輕人,他住村屋,他家裏有硫磺粉 竟然可以被人砌山豬肉,或是炸彈 還要是被這個警察,要脅他 如果他不認罪的話 他的太太和他媽媽都會做得很慘 這些不是叫砌山豬肉,是叫做什麼 而正正我們見到,在中國 有很多的維權律師和他們的家人 已經是遭受到這些很慘的待遇 已經是數十年了 所以我們更加要站出來 今天,我們如果不站出來的話 他朝,我們就要成為人家站出來 去幫我們去釋放的人 而我們在過去的半年,我們已經見到 我們有很多的抗爭者,已經在做這個行為 我們的五大訴求之一 亦都是要求香港政府 是要釋放所有的政治犯,釋放所有的抗爭者 所以,我今天站在這裏 聲援所有在中國合法維權的維權人士 所以,七方聯辦呢 其實理論上有一個不同的人 那個叫什麼名字呢 鮑惠寧 那我不知道,駱惠寧 駱惠寧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出來接述吧 那駱惠寧說 他在香港,說他來香港,希望可以 他講得很好聽的,說落實一國兩制 但是我們要跟他說,你說那一國啊 現在全世界都害怕啊 不只是香港害怕 你說那一國,這個是什麼? 這個國,這個國就是一個打壓人權 一個恐怖主義的國家 最近呢,大家知道 人權觀察 Canada Roth 想來香港,這個是 變成是徹底摧毀一國兩制 這個是林鄭月娥的責任 他是幫忙 習近平去摧毀一國兩制 他是拒絕 是禁止入境的 一個人權觀察 一個組織 來香港發佈一個關於中國的人權報告 都是禁止入境? 當然 我們看到那個報告裡面 最緊要告訴全世界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一句 是不是那個報告本身的內容呢 又是刺激到習近平 因為報告內容很清楚說 他說 2019年 中國 一冒起 那冒起 那些衰的方面冒起 就是成為全世界最恐怖的一個監察 人民的一個國家 這個就是一國了 所以現在你說一國兩制 那一國不變 我們香港人怎麼會不怕 全世界怎麼會服 然後再看回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是抗議廈門聚會 然後他跟著整個一二一三的工作組去抓了 抓了 抓了 下門聚會裡面的人 然後其中五個是監視居住 聚會有什麼聚呢 大家經常都聚會的啦 連走在一起 聊聊天 發表一下意見 連都沒有去把發表意見 是把它散播 再說我都沒有散播 聚會都不行 那要是什麼一國 互相煽動 你說 互相煽動 開會的人 開會的聚會的時候 互相煽動成為顛覆國家政權 這個是長毛的定義 好在長毛不是中國共產黨 真是 如果不是他做不得更厲害 大家想一下這個就是一國啦 這個一國是多麼恐怖 然後跟著呢 大家都知道那個軌跡是怎麼樣啦 五個人監視居住 不知在哪裏 不可以見律師 然後跟著是酷刑 然後跟著不知幾時才會去 是上到庭 當然上庭都是假的啦 根本是上庭都是要你借 只不過怎樣判你罪 大家都知道軌跡是怎麼樣 那這個就是一國啦 如果這個一國是全世界最恐怖主義的國家的話 我們香港人的一國兩制 我們怎麼會是覺得是安心 怎麼會覺得是接受呢 全世界都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因為這個一國是太過恐怖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裏呢 是繼續為內地的維權人士 他們是去立探 他們很多都是為了香港的抗暴運動 他們也是出了很多聲明 也很多其中部份也是被抓了的 而剛才又聽到 其中一個在塔門聚會那裏 又被人冤枉說有子彈 那這個冤枉這件事呢 剛剛葉粉紅都說 香港日系過招 插裝嫁禍這件事呢 是真是那些當權的 是那些是要將你真是 美麗 美麗 都不用問了其實 沒有人想著他會接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一國本身的恐怖 但最慘的一件事呢 這個一國也是非常小器的 習近平最近呢 是很討厭一個字 聽說是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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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清洗 現在支付那裏呢 要清洗一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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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瓶 扎頸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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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我不懂得說普通話了 大家想想 紙紙片 就是你清洗 扎頸瓶 可以嗎 你去問 怎麼清洗扎頸瓶呢 接著就被人清洗 消除了 扎頸瓶 所以這個大家想想 這個 這個圍尼 是多麼小器 最慘的這個恐怖主義的國家 還要是一個非常之 深空窄 然後跟著兩樣合起來 就是一個 完全是 打壓人權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覺得 就是 國際 是很多人權的公約 我們 一直都是會繼續立喊 希望 就是中國人民 是可以享有這些的權利的 釋放大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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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兵家喜 釋放李英俊 釋放常偉平 釋放常偉平 釋放張忠上 釋放王全張 釋放所有維權人士 釋放所有維權人士 釋放常偉平 釋放張忠上 釋放張忠上 釋放李英俊 釋放李英俊 釋放李家喜 釋放兵家喜 釋放兵家喜 釋放維權人士 釋放維權人士 廈門罪會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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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無可恥 廈無可恥 紅營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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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封信先 然後其他人再給我 廈門罪會無罪 給我一封是嗎 有有有有 一路給我 或者大家是誰 在中聯辦對出的示威人士 這個是警方的呼籲 未得到大廈業主的同意 切密張貼任何物品 我重複 未得到大廈業主的同意 切密張貼任何物品 釋放大陣 不要阻止 釋放張忠上 釋放增加喜 釋放增加喜 釋放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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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警方的呼籲 未得到大廈業主的同意 切密張貼任何物品 釋放將中山 釋放 釋放 釋放搖沙 釋放完毁 釋放上 exceptional 五前仆無罪 為老聰聰,解 ella 這是警方的呼籲 我重複 這是警方的呼籲 未得到大廈業主的同意 切密張貼任何物品 釋放無罪 釋放愚民宣 最會無罪 監視居治可恥 撤銷顧國家政權罪 為權力無罪 釋放非公罪 釋放的家庭 釋放的家庭 釋放王朝張 釋放所有為權力 釋放大陣 最會無罪 OK 有沒有話要說 有話要說 我們幫個決請苦